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往的描述他们家这种奖牌大概还有25个 只是我们桌子放不下 实在是我们华人之光 谢谢你 你把你多年的经验 多年的知识都奉献给我们华人的朋友了 那在12月8号也就是下个礼拜六 还要办一场讲座 这个讲座大概是以前几次miss掉的人 这次都应该来参加 全方位的讲座是今年年底的最后一次节目了 的确是 对 因为你们还要有时间来process这些application 还要真正的做事情 OK 那这个主题是叫做 迷局中的财富大局 那在岁末呢 有省税 免税 风险控制 这么多重要的关键 朋友们您有没有时间来看看自己的财富 是不是达到了省税 免税 以及风险控制 也许您心里面想是有的 但是不知道怎么做 现在答案就来了 我们请Yvonne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同时参加的几位嘉宾 还有他们所代表的公司 好的 我们本届下周六本届讲座的这个公司是 Pacific Capital Wealth Management 雨林会计事务所 还有Alanda Consultant 那还有主办方就是我们万富理财 那我们有国际认可注册财务规划师 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 有20多年经验的税法教授 还有30多年经验的国税局注册的退休计划顾问 那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了 那希望我们能够给大家带来年底的一个全新的一个 财务上的信心和理财的一种自信 来带给你财富上的自由 那么我们首先年底的话呢 我们理财的目标就是 首先第一个赚多多的朋友们 我们先把钱要留下来 留下来的话呢 我们还要留得住 好 那我们的主题呢 就是第一个就是税法的变化与更新 第二个的就是小商业主的年底的高额省税方案 第三个就是房地产转让的省税策略 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每一个家庭的细则方案了 好 Apply to每一个individual家庭 最主要的省税方案实际上很简单 你只要用一招就可以 它就是万王之王终生免税的财务规划 一锤定音终生不变的 好 那退休的朋友们呢 在年底的时候动荡的市场可能让您很焦虑 但是没关系 25%开户红利 175%年度参与率的 终生领取的养老金计划 可以让您活多久领多久领终生 领不完的 所以解决您的退休问题 那在美国养老的朋友们呢 请注意了 长期护理计划 一个计划可以cover夫妻两个人哦 还有business partner 还有兄弟姐妹哦 然后unlimited long-term care 是在时间上是unlimited long-term care 境外也可用一年 好 那么综上佐述这些规划 加在一起的话呢 它带给您的是一个 财富上的自由和信心 哇 讲了这么多重点啊 其实最hit my mind的 我最重视的就是 如何省税 减税 这个是百听不厌 并且听了还是觉得 有一点不懂 我们希望听到实际的方法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普罗大众的华人朋友们 对退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税务 在这方面可不可以给我们更多说一点 举几个例子 当然省税免税的话 免税绝对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也是我自己做理财规划 做到现在我的一个最爱的一个方案 那有条件的家庭呢 可以参考以下这么一个理财的这么一个案例 但是在这么简单的一个案例中 我们是实际上运用了里面 诸多的这种财务的这种杠杆和工具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就是利息 利息是一个资产扩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数 所以的话目前为止我们能够帮您锁定 201617年的终身锁定的贷款利息 然后在一个负利增长的这么一个通道上 然后让您的资产可以无下跌的这个增长 然后锁定终身利息去套利 好那我们来锁定这些理财的这些记忆 过去呢之前我们曾经跟硅谷的一家VP呢 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资产规划 免税的财务规划 这位先生的50出头他们是计划每一年呢 存11万1 那然后这样就存5年 但是银行同时就加入了 他说我愿意给你170万的DC注资 那然后的话 就是所谓的融资 对的 那么这位先生呢 他马上就拥有一个400万的免税的资产保全 四两拨千金了 好那同时呢 他如果说将来退休以后 他觉得说我的收入不够用 那他从里面大概可以拿出来 十几万左右一年的 19万左右一年的这个免税的收入 是终生免税的 那如果说这笔钱 他将来永远都不需要用到 他可以把它赠予到相关的信托里面 到90税的话 将会有一个1600万的资产 传承给他们的下一代 既免所得税 又免遗产税 那听众朋友们 现在利息就要涨上来咯 我们的财务规划还能够帮您锁定一种确定性 就是1.96的终生锁定利息 还有5%的终生低息套利的这个锁定的利息 然后是在一个复利增长的通道里面的 所以这个1.96到什么时候为止会调升 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不知道收到通知就结束了 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资产规划 实际上是在一个免税的财务框架里面 然后结合保证无下跌的倒算指数法 这个保证无下跌的倒算指数法 不畏高也不怕跌 然后的话 我们是锁定了终生低息贷款利率 终生免税去套利的 整个计划是由我们万富理财 还有十几家银行和美国顶级的保险公司 共同合作完成的 这听起来实在是太让人省心了 实在是在这个很混乱的市场里面 给人一个定心丸 关注朋友 不管您是W2的家庭 或者是小商业主 总是有办法可以想的 因为我们最信任的理财顾问 就在我们的身边 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失了 在下个礼拜12月8号这场座谈会 是由外负理财 以及其他三家知名的理财的规划的公司 以及其他三个著名的财务 税务等等的理财 来替大家主讲的 报名的电话是888-835-0698 希望大家踊跃报名参加 感谢周乐小姐 感谢舆论漫谈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税末的理财目标是 赚得多 存得下 留得住 我们在这里 我们万富理财在这里 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祝大家2019年再创财富辉煌 我们下周六讲座上再见 非常感谢以望 以及其他财务专家 给我们这么好的会 朋友们千万不要忘记 在下个礼拜六 12月8号 来报名参加 以望瑶的这场座谈会 感谢各位 那我们现在进一段工商资讯 之后还有两段精彩的访谈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就回来